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巴秘倫理財聖經的延伸思維 如果你想做出更聰明的財務決策,就必須留意自己是怎樣花錢 包括考慮你購買或未買每一件真正的成本,使用真正的成本來判斷究竟是否值得買 每當你考慮買某件東西的時候,停下來想一想你真正的事實 將你的工時,每日的通勤,工作的準備時間等全部算進去 你一小時真正賺到的錢是多少 計算你真正的時薪,然後每當你想想買一樣東西的時候 就問一問自己以下這11個問題 買這件東西會讓我有多快樂? 很多時候當你停下來想一想買那件東西會為你的生活 或者是職業生涯帶來的附加價值 你會發現很多你覺得買了會開心的東西其實並不現 花錢要留心,買東西是為了帶來價值 而不是因為你無聊 第二個問題,我需要賺多少錢才能夠負擔這東西? 想一想,你為了買這東西需要工作多少小時 也能提供一些看法 但不要忘記,你也要把賺到納稅金額所需的時間計算下去 第三個問題,為了付錢買這些東西 我要花多少小時的生命來交換? 錢是無限的,但你的時間是絕對有限的 你是真的在用一部分的壽命買東西 所以你要搞清楚那些數字 無必停下來仔細確認 你買的東西值得用你花費時間換來的錢來支付 大四個問題 我負擔得起嗎? 答案要看你的財力 個人靜值 以及你存了多少退休金意定 很多人入不敷出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值得問 如果要聰明地存下退休金 你就必須作出一些取捨 延遲今天不必要的消費 明天就能獲得更多時間於自由 大五個問題 用百分比來比價的結果 三元和四元的產品差一元 聽起來沒有差多少 但事實上是差了25% 取得25%的報酬率是很驚人的事情 無必計算百分比的差異 確認真的有必要買更貴 賺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要花了它 大陸的問題 可以買便宜一些或用交換嗎? 很多時候只要找一找 或是有耐性 就能夠找到更便宜的選項 買而搜貨 不要買新產品 也都能夠省下很多錢 你應該問不問自己 是否值得多花錢買新的 有沒有辦法融換的 或者二物二物呢? 大七個問題 我為了圖方便 花了多少錢? 事實上花很多錢買的東西 如果是自己在家裡便宜很多 有時品質都會更好 舉例來說 餐廳要價60元一道菜 在雜貨店買 說不定只需要15元 真的要必要為了餐廳氣氛 花多於45元嗎? 大八個問題 在我的餘生中 這件東西每年會花多少錢? 即便是金額很少的經常性支出 例如每天買一杯咖啡 都會影響你的退休金 這不是問題 不過如果你還是計算一計 想一想 你想要花一年 花一千元來買咖啡 還是十年後多一萬元可以來搭 你吃一搭 你要深思熟慮選擇你要的生活方式 大九個問題 這件東西每次使用的成本是多少? 你買一件東西是 如果以後使用的評率不高 那阻止自己購買昂貴進階版的方法 就是提醒自己使用的評率有多低 計算一計每一次使用的成本之後 就能作出更合理的決定 判斷是否值得買進階版? 大十個問題 我花起這件東西的錢 將來會值多少錢? 你今天買任何東西 意味著洗了的錢 不會替你帶來退休金 也就是說 你今天洗起車上高的四萬元 你接下來的二十年三十年 都不會以每年七%的福利增加 你要確認你今天買的那件東西 值得你為它放棄未來可能產生的所有收益 大十一個問題 這件東西在未來能替我買到多少時間或者自由? 這題大概是最重要的問題 你在計算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今天每次投資二十五元 都能讓你未來多賺一日的退休日 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靠聰明購物節省的一百元 就是多買到四日的自由 記住 無必要以未來的時間為單位 量化你所有的消費 數字將會影響你的抉擇 好了 巴比倫理財聖經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喜歡這段視頻或者這個系列的朋友記得按LIKE 如果你覺得這段視頻或者這一系列巴比倫理財聖經的視頻對你有幫助 不妨分享給一位朋友 多謝我們下一段視頻再見 拜拜